转载四百将号作者 然而每一次改变位置后不久,他就会成为该位置上最好的国内球员之一。 他曾经是中国球员第一个打入和加连萨进球的球员,但因为伤病最终,他无懒遭到了俱乐部解约。 他曾经因为技术出众,被球迷们送上中国罗本的美誉,却也因为加盟上港而获得于半夜的调侃。 他就是目前效力于上海上港的于海,于海从小就对足球有浓厚的兴趣,十岁时为了更好的获得足球方面的学习条件。 他奔赴上海开启了自己的足球之路,并因为表现出色,他获得了上海逐渐的征兆,之后于海被足迹至上海国际,并在17岁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中超连赛。 在代表球队对阵山东鲁能的比赛中,他虽然剃度登场,但在短短的20多分钟比赛时间里,他就上演了传胜好戏。 虽然未能帮助球队赢下比赛,但这个少年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此后于海逐渐坐稳了俱乐部的主力,并在2006赛季,获得了和甲俱乐部的关注。 但遗憾的是在与俱乐部接触之后,和甲俱乐部被60万欧的转会费所吓走,但在隔年年初,事情发生了改变,最终于海以足迹的方式加盟了维特斯,并在随后比赛中,打入了中国球员和甲联赛的第一例进球。 不过就在与海逐步站稳脚步的时候,与海却在备战奥运中膝盖受到重伤,最终他不仅送失了奥运会的比赛,更是收到了俱乐部的抑制纪约。 从和甲回来之后,上运之后的余海,回归了此时,已经从上海搬到沙溪的球队,并在这迎来了新生。 对阵广州的比赛他上演帽子弃法,并且在球队搬到贵州之后,对阵广州恒大的足鞋杯比赛中, 他两回合打入三例进球,帮助球队3比2淘汰广州恒大,拿到足鞋杯冠军,并帮助球队获得类亚冠联赛资格。 此后,余海已将近5000万,得身价加盟上海上港,并成为球队中的绝对主力,且在本赛季的联赛中,余海发挥出色,是上海上港夺冠的功臣之一。 自17岁开始盯战中朝联赛,到如今,余海虽然才31岁,却已经有14年的联赛经验,并且在这14年里,余海在场上的位置一直在改变着。 在和甲时期,余海一直在借边缝位置,此后重伤之后由于速度不在,他改替中风位置,加盟上港之后,由于胡尔克的加盟,余海又被埃里克森改造成了后妖。 此后爱哈曼多夫的加盟,余海又被改造成了编后卫,更加神奇的是,无论余海替那个位置,他一直都是国家队的常客。 曾经国足成绩不佳,余海也成了大家争议的对象,甚至有球迷指责他是国家队的关系户,但余海却用场上的表现征服,而球迷堵住了质疑者的嘴。 在场上,余海不是技术最好的那个,但一定是最拼的那一个,在十二强百科占韩国的比赛中,余海打破僵局让国足不至于惨败而归。 在对阵华塔尔的热身赛中,余海在场边无奈地呼喊着队友跑一跑的举动,直接让球迷们记忆深刻。 而在接下来对阵叙利亚的比赛中,余海在防守中被对方撞到受伤,赛季报销,在俱乐部争观的当口,余海却不拒在国家队比赛中受伤。 这种荣誉感和拼搏的精神,让他吸本不少。 0.0基本余海是幸运的,他年少成名,成为中国球员第一个打如何较进球的人,并且在儿历之年,他终于跟随球队,拿到了宝贵的连赛冠军。 这对于一名职业球员来说显然是至高的荣誉,余海也是悲情的,在职业生涯处于上升期的时候,却刚遇上病错过了继续流氧海外和在家门口争战奥运的机会。 如今在国家队受伤赛季报销的他,不仅没能参与俱乐部夺冠的关键战,而且很可能将会无缘一月外的亚洲杯比赛。 但不管怎样,余海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搏精神,让球迷们看到了一个职业球员,一个国小在比赛中应该有的态度和表现。 最后希望余海能够早日恢复,重新回到赛场上。